我們今天看《日行福音》第3章20章11章 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救光 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 但行真理的必來救光 要顯明他所行的 是靠神而行 光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的 光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的 一個正常的人 一個正常的人 到了晚上沒有光的時候 或者晚上沒有光的時候 他就想睡 他就想睡覺 早上太陽出來 他就會很清醒 他就會很清醒 他乾淨就會來了 光景 光景又來了 我們知道住在北極圈或者南極圈裡面 我們知道在北極圈或者南極圈的人 有半年是看不見陽光 有半年是看不見陽光 他們常常處在那個黑暗裡面 他們的時常處在黑暗裡面 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健康都受影響 光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 光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 如果沒有光的話 很多植物都不能生長 很多植物都不能生長 我們的身體也不會健康 我們的身體也不會健康 長長的照照太陽 我們如果時常會曬太陽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皮膚 我們的骨頭 都會好一點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皮膚 我們的骨頭都會好一點 人的生命真是很複雜 人的生命真是很複雜 很深奧 很奇妙 他只需要這個光 你以為不需要 其實他是需要這個光 你以為不需要 他很需要這個光 如果我們的生命裡面沒有光 如果我們的生命裡面沒有光 我們的人生是很可怕 我們的人生是很可怕 我們的身體靈魂 我們的身體靈魂都受影響 因為生命都會有病 都會覺得很灰暗 在這裡提到光 到底這個光是什麼光 到底這個光是什麼光 當然這裡講的不是燈光 不是火光 也不是太陽的光 不是太陽的光 不是這個物質世界可以看照的光 不是一個物質世界可以看到的光 這裡所講的 這裡所講的是一種屬靈的光 是屬靈的光 在第一章的時候他已經講了 在第一章已經講過 這位道成肉身的主 因為道成人生的主 他來到這個世上 要照亮世上的人 因為他就是真光 因為他就是真光 在約翰一書第一章第五節又說 在約翰一書一章第五節說 神就是光 在他毫無黑暗 在他毫無黑暗 他就像我們的太陽一樣 他就像我們的太陽一樣 他有極大的榮耀榮光 他有極大的榮耀榮光 我們現在這個太陽是很亮的 現在這個太陽是很亮的 在前一陣子看著那個日全食的時候 只要他們留下一點點的光 只要留下一點點的光 你都不能直接地看 你都不能直接去看 因為它太亮了 因為它太亮了 直接看到你的眼睛就會受損害 如果你直接看他的眼睛就會受損害 我們的主也是一樣的 我們的主也是一樣的 有極大的榮耀榮光 有極大的榮耀榮光 我們不能直接地看他 我們不能直接地看他 而且他就好像太陽一樣 而且他就好像太陽一樣 有意志之能 有意志之能 只要我們在他的光中 只要我們在他的光中 我們的身體我們的靈魂都會健壯 我們的身體我們的靈魂都會健壯 我們在這個銀河系裡面 我們在這個銀河系裡面 只需要一個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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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陽已經很厲害了 這個太陽已經很厲害了 它稍微近一點 我們都變得烤豬了 啃一點點 我們都變成像燒豬一樣 如果你說這個銀河系裡 有很多個太陽 如果說這個銀河系裡面有很多太陽 我們早就變成灰激 我們早就變成灰激 我們只需要一個太陽 我們只需要一個太陽 我們只需要一位神 我們只需要一位神 所以光 這個光是什麼光 所以光是什麼光 神就是光 神就是光 這是第一個意思 這是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方面呢 第二方面呢 聖經也告訴我們 神的話語也是我們的光 神的話語也是我們的光 他說你的話是我的腳前燈子 路上的光 你的話是我的腳前燈子 路上的燈 就是說這個光要引導我們的作用 就是說這個光能夠引導我們的作用 神的話語能夠帶領我們走光明的路 神的話語能夠帶領我們走光明的路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們生活榜樣也是一種光 我們的生活榜樣也是一種光 我們的生活榜樣也是一種光 如果我們有好的生活 如果我們有好的生活 能夠照亮別人 讓他們走進光明 讓耶穌對他們說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你們的光也會像這樣照在人前 要叫人家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要讓人看到你們的好行為 這個就是我們反射主的光 這是我們反射主的光 第四方面 這個光也可以說是跟黑暗相反的一種情況 第四方面 光也可以說是跟黑暗相反的情況 我們如果在光明當中 如果你在光明當中 有時我們有坦蕩蕩的生活 有光明正大的生活 有光明正大的生活 不做明人不做暗示 不做暗示 我們不做偷偷摸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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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做偷摸摸的事 我們都不會做 神經說 我們如果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我們就能夠與神彼此相交 我們也能夠與神彼此相交 我們也能夠真正的心靈相交 我們大兄姐妹之間也有真正的生命的光交 這個結果就是 神的兒子的血 就能夠濕乾淨我們一切 神彼此的血能夠洗光 就能夠一起去醉 所以我們必須要活在光明當中 當我們說這個世界是個黑暗的世界 當我們說這個世界是個黑暗的世界 我們不說這個世界沒有陽光 我們不說這個世界沒有陽光 我們不說這個世界沒有燈光 我們不說這個世界沒有燈光 那是說這個世界沒有公平公義的光 没有清洁诚实的光 我们要完全分清楚什么是光的话是很困难的 我们要完全分清楚什么是光的时候就很困难 要我们解释什么情况是光 什么情况是暗 要我们解释什么情况是光 什么情况是暗 似乎是有点困难 是不是有点困难呢 但是在我们内心里面 但是在我们内心里面 我们很明白的 什么是光 什么是暗 我们分得很清楚的 什么是光 什么是暗 我们分得很清楚 现在美国 只要纳斯维加斯有赌场 有赌场 很多人都到那里 如果要去赌场就要到那里 很多人如果要去赌场就去那里 后来就加了一个大西洋城 大西洋城就离开 这边东岸就近很多 大西洋城在东岸就近很多 后来又增加了 纽英伦那边又增加了 忘记了什么赌场了 后来在纽英伦又增加了一些赌场 于是很多州现在都要发展 都要有一个赌场 于是很多州都发展要有赌场 为什么他们要有赌场 为什么要有赌场呢 因为有赌场的地方那里就繁荣起来了 因为有赌场的地方那里就还了 钱财就多起来了 钱财就多起来了 但是我们心里知道 这些赌场是从哪里来的 都是在那些赌徒的身上拿回来的 都是从赌徒身上拿回来的 我们看见经济繁荣了 我们看见经济繁荣了 但是我们看见有很多家庭因此破碎 但是我们看见有很多家庭因此破碎 有很多家庭就落在黑暗 以前所有赌场都是黑社会的人来运作的 以前很多赌场都是在黑社会里运作 我们如果要办一个大学 如果要办一个大学 我们要请很多教授 我们要请很多教授 我们要有很多图书 我们要有很多地方做实验的工作 我们要有很多地方做实验的工作 我们要有很大的地 我们要有很多借助物 就容纳这些学生 对 容纳这些学生 要花多少钱才能够开办一个大学 要花多少钱才能够开办一个大学 你办一个大学之后 要多少年才能够归回成本 你办一个大学之后 要多少年才能够归回成本 很困难的工作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 但是你看那些卖淫的人 但是卖淫的人 你拍色情小电影的人 你拍色情小电影的人 他们不需要有学问 他们不需要有学问 他们不需要有聪明的头脑 他们不需要有很精良的设备 他们不需要有很多的经费 也不需要有很多的经费 但是他们赚的钱 所有大学教授赚得还要多 你所有大学教授赚得更多 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凡是黑暗的事业 凡是黑暗的事业 都是比光明的事业更赚钱的 比光明的事业更赚钱的 这个世界也是一个黑暗的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 我们不需要分清楚 什么是黑暗 什么是光明 我们不需要分清楚 什么是黑暗 什么是光明 我们心里面 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心里面 很清楚知道 那个分界线在哪里 这个分界线在哪里 很多人现在也是在黑暗当中来生活 很多人现在在黑暗当中来生活 虽然他们可能很富有 虽然他们可能很富有 他们肯定将来要到哪里去 他们也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 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生存的目的是什么 也都不知道他们生存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他们的心灵是空虚的 所以他们的心灵是空虚的 他们拼命努力 赚很多很多钱 赚很多很多钱 为了什么呢 到头来是一场空的 到头来是一场空的 过来是一生的疾病 一生的烦恼 回来是一生的疾病 还有一个烦恼 他们所赚来的财产 也不能长久的拥有 也不能长久的拥有 他们为什么要劳苦呢 为什么要劳苦呢 今天我们要接触这一段经文 今天我们要接触这个经文 你看一看 我们为什么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 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们做基督徒之后有什么不同 我们跟世界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跟世界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检测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是不是行在光明之中 我们现在走在光明当中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充满光明 我们人生是不是充满光明 我们心灵有没有黑暗 我们心灵有没有黑暗 凡是基督徒 凡是属于主的人 凡是属于主的人 第一 他一定喜欢亲近这个真光 一定喜欢亲近这位神 一定喜欢亲近这位神 第二十节 凡作恶的便恨光 第二十节 凡作恶的便恨光 第二十节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他作恶了他就恨光 他做恶的便恨光 那所有基督徒就不一样了 但是所有基督徒就不一样了 基督徒和世界的人应该相反的 基督徒和世界应该相反的 他们喜欢光的 为什么有人恨光 那个分别的原因是哪里呢 那些分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凡作恶的便恨光 就是说凡作恶的便恨光 上次我们解释过 上次我们解释过 我们怎样去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我们怎么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这个不是从教育来的 这些不是从教育来的 教科师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不是 教科师教我们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我们能够分辨善恶是天生的 我们能够分辨善恶是天生的 这个是善事那种是恶事 我们分得很清楚的 这些是善事这些是恶事 我们分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灵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灵 这个灵就有一个良心的作用 这个灵就有一个良心的作用 所以圣经说 所以圣经说 人的灵 我们里面的灵 我们里面的灵 是耶和华的灯 是耶和华的灯 是祂的不是我们 是祂的不是我灵 是祂放在我们里面的 是祂将它放在我们里面的 所以祂常常跟我们相反调的 所以祂事实跟我们相反调的 我们做不应当做的事情 我们做不应当做的事情 祂就在里面责备我们 祂就在里面责备我们 因为祂是耶和华所放进来的灵 因为祂是耶和华所放进来的灵 是神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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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们懂得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使我们渴慕那些善的事 使我们可恶那些善的事 如果人里面的灵 仍然是有灵 如果人里面的灵 仍然是有灵 他就会喜欢亲近这个灵 就会喜欢光明的事情 苏格拉底有一个学生 苏格拉底有一个学生 叫做Diogenes 是之前第四世纪的人物 是支持第四世纪的人 他常常在雅典的街头上面 在太阳很猛烈的时候 他拿着一把灵 他拿着一把灵 在那里走 他点亮这个灵 在那里走 他点亮这个灵 在那里走 大家觉得他可能有神经病 大家觉得他可能有神经病 这个怪人 这个怪人 这个灵干什么 拿着灵干什么 有人就觉得 这个人太奇怪 我要跟他讲 有些人就觉得 这个人真好奇怪 我要跟他讲 你会知道现在太阳出来了 你知不知道太阳出来了 太阳这么亮 你拿着灵干什么 太阳这么光 你拿着灯 没有人看见你的灯光 那些人都看不到灯光 你为什么还点灯呢 你为什么还点灯呢 他就回答说 他就回答说 太阳的光是不够的 太阳光是不够的 是照不到人的内心的 是照不到人的外心 是不能让人找到真理的 不能够让人找到真理的 我要寻找真理 我要寻找真理 有些人听到就非常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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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 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用这个行为的哲学 他就用这个行为的哲学 来创造世界的人 来招量世界的人 把人的良知去唤醒 后来亚历山大大帝 后来亚历山大大帝 听到他的名声 就亲自来寻找他 就亲自来寻找他 拜访他 他住在哪里呢 他住在哪里呢 他住在山洞里面 他住在山洞里面 亚历山大大帝来到山洞里面 亚历山大大帝来到山洞里面 他在里面就叫 走开走开 他在里面就叫 走开走开 皇帝又怎样 走开走开 走开走开 为什么 你挡住我那个光 你挡住我光 亚历山大大帝非常欺负他 阿力山大大帝就非常好 他在那裡學到這些東西 就想在那裡學到這些東西 如果一個人喜歡光 你如果一個人喜歡光 這個人就是一個好人 如果他恨光 他就是一個壞人 他怎樣決定他喜歡光還是參光 他怎樣決定喜歡光或者恨光 由於他裡頭叫做靈這個東西 是神放在我們裡頭的燈 如果他裡頭的燈是明亮的 如果裡頭的燈沒有光 他就很愛慕美善的事情 如果裡頭的燈有光 他就很愛慕美善的事情 他就是喜歡神所喜歡的事 他所做的事 如果是不能見光 如果是不能見光 他就會恨光 因為怕他的良心受到責備 怕他的良心受到控告 很多人搞不清楚 我們裡面那個靈是什麼東西 很多人搞不清楚 我們裡面那個靈是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會說 我心裡面覺得 有些人說 不是你的心 是你的頭腦 有些人說 不是你的心 你的頭腦 那個心臟就是噴那個血出來 那個心臟就是噴那個血出來 那個心臟就是噴出來 沒有所謂心的 沒有所謂心的 沒有所謂心 其實就是你的頭腦 所謂心其實是你的頭腦 錯了 不是這樣的 當然那個心不是在這裡 是在裡面 在我們裡面 在我們裡面 也可能是在頭腦裡面 因為這個只不過是一個Hardware 也可能是在頭腦裡面 因為這個只不過是一個Hardware 神還是用這個Hardware 來做他的事情 神呢 也有一個Hardware來做的事 不過我們知道 從聖經的亮光 我們知道人是分成三個部分 我們知道從聖經的亮光 我們知道人是分成三個部分 是分靈、魂與體 是分靈、魂與體 所以保羅對他們說 所以保羅對他們說 我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都沒有保守 我願你的靈與魂與身子都保守 它靈、魂、體中間都有這個N 這個靈、魂、體中間都有一個N 是有一個連接詞的 是很清楚分成三種東西 是很清楚分成三種東西 有靈、有魂、有身子 有靈、有魂、有身子 在神學上這個稱為三元論 在神學上這個稱為三元論 我們是三元來結合成為一體的 我們三元結為一體 不過今天大部分的學者 不過今天大部分的學者 都接受二元論 都接受二元論 他們認為我們人是有兩部分組成 他們認為我們人是有兩部分組成 靈、魂與身體兩個部分 就是靈、魂與身體兩個部分 因為他們認為 所謂靈跟魂是分不開的 所以所謂的靈和魂是分不開的 聽起來是很有道理的 聽起來好像有很多道理 只不過呢 我們是說人只要二元的話 只不過如果人只要兩元 很容易誤會 人跟初生是一樣的 我們很容易誤會 我們跟初生一樣 初生就是兩部分組成的 初生就是兩部分組成 我們人活著的時候 我們稱呼我們的身體叫做身體 我們稱呼我們的身體,叫做身體 當我們沒有生命 當我們離開世界 當我們離開世界 不是我們的身體離開世界 不是我們的身體離開世界 我們的身體就變成屍體了 我們的身體就變成屍體了 我們叫做屍體 中文都把這個分得很清楚 中文將這個分得好 我們叫做屍體 我們不會叫我們的身體 是活着的 当你死去之后就叫做尸体了 当你死了之后就变成尸体了 日本人就称为遗体了 日本人叫做遗体了 他生命走了 他就遗留下来的身体 他就遗留下来的身体 英文呢 就要加一个dead body 就是死的身体 加个死就叫dead body 因为灵魂不在 因为灵魂不在 那出生好像也是一样的 那出生也都好像一样 活着的时候也有一个身体 死了之后变成尸体 死了之后变成尸体 那这些出生跟人有什么分别 那这些出生跟人有什么分别呢 这个分别呢 就是在于出生只有魂 这个分别就是出生只有魂 是没有灵的 没有灵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他是用地上的泥土造人 他是用地上的泥土造人 造成一个身体 造成一个身体 那神创造这些 非禽走兽的时候 神创造这些禽兽 非禽走兽的时候 怎么造的 怎么造 用什么来造 也是用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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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的身体 跟出生的身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人的身体和出生的身体 身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那些医学家发明了新的药 所以医学家发明了新的药 可以先找白老鼠来试验一下 所以先用白老鼠来试验一下 找猴子来试验一下 看看这些药对身体的反应是怎样 看看这些药对身体的反应是怎样 没有问题了 才找人来做试验 如果没有问题 还找人来做试验 因为动物的身体 跟人的身体 有很多相反 因为动物的身体 和人的身体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当这些药物 当动物 用泥土造成了他们的身体之后 用泥土造成了身体之后 他们就成了活的动物 成为一个活的动物 活的生物 是不是 神是无所不能的 神是无所不能的 他用泥土造成一个小兔子出来 他用泥土造成一个小兔子出来 他就活了 他就会跳了 他就会跳了 当人的身体造好了 当人的身体做好了 应该也是一样 应该也是一样 不过神就再加一种东西 神就加了一种东西 神就加了一种东西 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就告诉我们 他吹了一口气到他鼻孔里面 创世纪第二章就说 神吹了一口气到他鼻孔里面 他跟着那句话就说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魂 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魂 中文圣经翻作有灵的活魂 中文翻译是有灵的活魂 其实应该是叫做有灵的活魂 其实应该叫做有灵的活魂 动物呢 动物呢 是没有灵的活魂 是没有灵的活魂 人却是有灵的活魂 人呢 有时有灵的活魂 这个灵 这个灵 灵这个字 这个灵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 甚至在希腊文 甚至在希腊文 他跟气这个字是同一个字 同一个气这个字 气就是灵 灵就是气 气就是灵 灵就是气 所以当神吹一口气给他的时候 所以当神吹好气给他的时候 也可以说是吹一口灵给他 也都可以说吹好灵给他 所以人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 所以人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 关键就是 关键就是呢 二元论的人认为灵与魂是分不开的 二元论的人觉得灵和魂是分不开的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分开灵魂两样东西 所以他们不愿意分开灵魂两样东西 是的 我们是分不开的 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把灵魂分开 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把灵魂分开 但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人的劲更快 比一切两人的劲更快 这个快是锋利的意思 这个快是锋利的意思 甚至魂与灵都能够切入破开 甚至灵和魂都能够切入破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变灵 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 灵和魂的功能 灵和魂的功能 如果灵和魂是分不开的 如果灵和魂是分不开的 但是两者的功能还是可以分开的 但是两者的功能都能够分开的 还是可以分辨清楚的 还是能够分辨清楚的 我很喜欢用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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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那个外怨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就代表我们的身体 它里面有一个圣所 里面有一个圣所 那个圣所相连的 这个叫自圣所 这个圣所和圣所相连的是自圣所 圣所跟自圣所是连在一起 是不能分的 圣所和自圣所是连在一起 不能分开的 是一体的 但是两个地方是有不同的功用 圣所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 圣所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 自圣所 自圣所 是神与我们沟通的所在 是神与我们沟通的所在 所以我们如果常常用这个自圣所 所以我们时常用这个自圣所 比如说我们常常喜欢亲近神 就是我们时常喜欢亲近神 那我们的人生就有光明 我们的人生就有光明 我们的人生就有意义 因为这个灵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灵是很重要的 我们因为有这个灵 我们就渴慕亲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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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喜欢亲近主 因为为什么每个礼拜参加聚会 为什么每个礼拜参加聚会 因为我们在这里 我们能够敬拜神 因为我们在这里能够敬拜神 因为我们在这里能够敬拜神 第二方面 基督徒是喜欢行真理的 基督徒是喜欢行真理的 他不但喜欢亲近神 他也喜欢行真理 他不但喜欢亲近神 他也喜欢行真理 而是一件凡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我们心里不但爱慕这个光 我们三个礼不当爱慕这个光 我们是喜欢行这个光 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民 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民 外面有很多人 他们对基督徒有很多要求的 外面人对基督徒有很多要求 他们用不同的眼睛来看你的 他们用不同的眼睛来看你的 他们希望你有好的行为 他们希望你有好的行为 他们马上就说 他们马上就说 你说你是基督徒吗 哇 你说你是基督徒吗 他马上就通告你了 他马上就通告你了 如果你跟人家打架 偷人家的东西 要骚扰别的女性 你需要有其他女性 你填寻海报在你的房间里面 填寻海报 看见的人一定说 基督徒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 他一定是责备你的 一定是责备你的 一定是责备你的 因为他们都用不同的眼睛来看你的 因为你用不同的眼睛来看你的 我们当然说 我们信耶稣我们得救 我们不是靠行为的 我们不是靠行为的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需要有好的行为吗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 要有好的行为呢 我们不是靠行为 靠那个律法得救 我们不是靠行为靠法得救 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 来得到一些功德 我们不是靠好行为得到一些功德 但是问题是 我们必定爱慕真理 但是我们一定爱慕真理 我们喜欢行真理 我们喜欢行真理 我们喜欢遵行主的旨意 我们喜欢做主喜欢的事情 我们喜欢做上的旨意 所以自然我们应该有些 叫做好行为好榜样出来 所以基督徒应该有些好行为 好行为 所以基督徒说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 招在人前 所以基督徒说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 有自闻眼前 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你这荣耀怪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这荣耀怪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好行为 是我们爱慕真理 遵行真理的一个很自然的表现 是我们爱慕真理 喜欢真理的一个好的表现 我们不是靠他来得救 我们不是靠他来得救 我们是喜欢做一些事情 我们喜欢做这些事情 如果你不爱行真理 如果你不爱行真理 如果你不喜欢真理 如果你不喜欢真理 一定是没有经历过圣灵的事 你一定没有经历过圣灵的事 所以你就不会喜欢属灵的事情 所以你就不会喜欢宿灵的事 所有基督徒都喜欢参加崇拜祝 所有基督徒都喜欢参加崇拜祝 他们因为爱慕敬拜祝 因为他们爱慕敬拜祝 那时候主耶稣遇到撒加利亚的妇人 第四章的时候主耶稣遇到撒加利亚的妇人 那个妇人知道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那个妇人知道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就问他一些问题 他就问他一些问题 那你们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去敬拜祝 你们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去敬拜祝 那我们撒马里亚人是在基里山山来敬拜祝 我们撒马里亚人在基里山山来敬拜祝 那你在哪里敬拜祝才对呢 那在哪里敬拜祝才对呢 那在哪里敬拜祝才对呢 耶稣对他说 耶稣知耶稣对的话不是这样的 真正拜父的 真正拜父的 不是讲地方 不是讲地方 是我们按照心灵按照真理来敬拜祝 是我们按照心灵真理来敬拜祝 因为父就寻找这样的人来 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来拜祝 我们的天父原来寻找那些心灵爱慕亲近祂的人 我们的父要寻找那些傻心爱慕的人 并且要按照真理来敬拜祝 要按照真理来敬拜祝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按照真理 不是按照真理呢 那我们要知道你是否按照真理 还是不是按照真理呢 要明白真理 要学习真理 要学习真理 要认识真理 要认识真理 那我们按照这个真理的教导来敬拜祝 我们按照真理的教导来敬拜祝 所以我们来敬拜祝不但要有心 所以我们来敬拜祝不但要有心 而且要明白真理 要明白真理 那怎么样可以明白真理 要多花时间去学习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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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调查结果令我们很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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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调查了基督徒和很多其他宗教的人 发现那些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 发现那些基督徒的圣经的认识 比不上犹太教的人 比不上犹太教的人 比不上摩文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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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基督徒花在查经 花在主日学的时间 永远不如他们 因为基督徒花在查经 主日学的时间 永远不如他们 他们平均每一个 这些他们的信徒 他们花四个小时 来研读圣经 他们平均每一个信徒 花四个小时 来研读圣经 每个礼拜 每一个星期 四个小时 我们基督徒非常惭愧 很少基督徒参加主日学 很少基督徒参加主日学 我们研读圣经的时间 我们研读圣经的时间 但是两个小时都不够 对真理的认识是一知八解 对真理的认识是一知半解 那我们怎么能够行真理呢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我们怎么能够 对真理的认识 用真理的认识来行真理呢 我们不能够对 用真理的认识来行真理呢 我们行不出来 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理 因为我们行不出来 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理 世界的人他们不是这样的 世界的人不是这样的 他们看的是他们外表的行为 看着他们外表的行为 他们不需要尊识真理 他们不是要尊识真理 他们是他外表的行为 看着外表的行为 他们的外表行为有些是错误 因为外表行为有些是错误 好像这个世界有十亿的人 他们相信摩罕默德是神派来的 大家非常尊敬他 尊敬他为一个大的先知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行真理的人 世界人不懂得分别 但是我们看 他娶了22个老婆 他娶了22个老婆 其中一个是他执儿的老婆 他把老婆抢过来 他行真理吗 他行真理吗 他是一个好色的人 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人 所以他也是不尊重圣经话 世界的人不认识真理 所以很尊重他 不知道他的行为是邪恶的 相反我们看主耶稣基督 他的生活绝对的圣洁 他的生活绝对的圣洁 他的生活里面完全没有一点的瑕疵 对于每一个人充满爱心 他对人完全的诚实 他对人完全的诚实 世界的人不认识他 但是世界人不认识他 世界很多人在反对他 世界很多人在反对 因为世界人不认识真理 因为世界人不认识真理 他们尊重错误的人 尊重错误的人 他们不尊重那些正确的人 他们不尊重正确的人 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好像是比较好的 我们中国基督徒似乎比较好些 中国的基督徒如果不认识真理的话 中国的基督徒也不认识真理的话 他们也有一些好的行为 其实也有一些好的行为 不过他们的好行为标准 不过他们的好行为标准 是怎么来的呢 是怎么来的呢 是根据我们中国的传统来的 是根据我们中国传统来的 根据我们中国传统的礼节来的 是根据我们中国传统的礼节来的 根据孔夫子的教训来的 根据孔夫子的教训来的 所以我们尊重的 所以我们尊重的 可能不是真理 可能不是真理 只是尊重孔子的教训 只不过尊重孔子的教训 我们有一些偏差可能也不知道 我们有一些偏差可能也不知道 我们要知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不是要做一个好好献身 不是有人家的教训就够了 不是有瑜伽的教训就够了 我们乃是要行真理 乃是我们要行真理 如果我们要行真理 如果我们要行真理 我们必须要先懂个真理 我们必须先知道那时的真理 要认识真理 要认识真理 行真理的必来救挂 行真理的必来更光 必定喜欢读圣经 必定喜欢上主日学 必定喜欢听道 一定喜欢听道 一定不喜欢犯奸淫 一定不喜欢犯奸 一定不喜欢贪食好酒 一定不喜欢贪食好酒 一定不喜欢批评论断 一定不喜欢批评论断 凡是有主的圣灵的人 都应该是这样 凡是有主圣灵的人 都应该是这样 那我今天问你们这样的问题 究竟有个问题 当你听到真理的时候 你心里面是不是快乐 有些人不快乐 有些人听到真理 他们就走了 他们不愿意来听 你听到真理的时候 你心里面快乐吗 你心里面快乐吗 你真的爱慕真理吗 你真的爱慕真理 如果你不快乐的话 表示你真的不喜欢真理 表示你真的不喜欢真理 如果你每次听到的时候 你都很想睡觉 你都很想睡觉 我为你担心 我为你担心 因为你可能不是一个 爱慕真理的人 你可能是一个 不爱慕真理的人 你看看孔夫子怎么说 你看看孔夫子怎么说 他说招闻道 细时可以 他说招闻道 即使可以 表示他里面真是很渴慕 你能听到天道 你心里面很渴慕 听到天道 很可惜 很可惜 就是他心中以为的那个道 这是人间的道的伦理 就是人间的道德伦理 所以他很不明白什么是道 所以他很不明白什么叫道 所以他就去请教老子 所以他就请教老子 他从山东跑到那个 放下哪里了 山东跑到那里 到老子那里请教老子 在老子那里请教老子 老子对他说 老子对他说 你现在明白什么是道 你现在明白什么是道 没有啊 我研究了二十几年 我研究了二十几年 还是搞不清楚什么是道 就是搞不清楚什么是道 老子对他说 老子就跟他说 如果你心中没有道 如果你心中没有道 道是不会来你心中的 道不会来你心中的 这句话真的太悬了 这个话太远了 他还不明白 很明白 他回去山东之后 有三天没有说话 他回到山东之后 有三天没有说话 因为他还是抓不到这句话 因为他还是抓不到这句话 你还是抓不到这句话的意思 为什么我心中没有道 那个道就不来我心中了 为什么我心中没有道 道不会来我心中呢 没有道理的 我就是没有道 所以我要求道来 所以我就是因为没有道 我就预求道来 我心中有道 还需要道来吗 如果我心中有道 我总需要道来吗 有些人他们还批评孔子 所以有些人还批评孔子 他们说他坏话 他说他坏话 他说他根本就是不懂 他说他根本不懂 他说老子对他讲话的时候 是讲什么呢 他说老子对他讲话的时候 是讲什么呢 他们改了老子的话 他说老子对他说 他说老子对他说 你没有资格学到 你没有资格 把他的地位变得很低了 把这样的地位变得很低 其实搞错了 其实他搞错了 他不懂老子所讲的 是什么原因 他不懂得老子所讲的 是什么原因 假定我们今天改变一下他的讲法 假定我们今天改变一下他的讲法 如果你心中没有我 如果你心中没有我 我是不会来你心中的 我就不会来你心中的 如果你跟两个情侣 一个讲这句话 如果你跟两个情侣 其中一个这样说 这句话还难明白 所以你这句话很难明白 但是他还是明白的 但是他都明白 你不要小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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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中没有我的话 你心里没有我的话 我是不会来你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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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白的 那就很明白了 分别在什么地方 分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孔子心中的道 就是孔子心中的道 是一种死的理论 是一个死的理论 是一个人间的一些理论 是人间的理论 是一个哲学思想 是一个哲学思想 但是老子心中的道 但是老子心中的道 是一个活的创造主 是一个活的创造主 所以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所讲的话 所以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所讲的话 是非常神奇的 我再没有另外一个哲学家 有这样的讲法 圣经上最母义 另外一个哲学家 有这样的讲法 他讲的道是什么 他所说的道 是万物之母 是万物之母 所有万物都是从他来的 所有万物都是从他来的 所有东西都是从他来的 他是独自一个在那里 他是独自一个在那里 他不依靠任何而存在 他不依靠任何而存在 他还讲道 他还讲道 这个道 这个道 是自由拥有的 是自由永有的 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就是这个意思 道是自由拥有 道是自由拥有的 所以他心中所讲的道 所以心中所讲的道 是一个有位格的 是一个有位格的 是一个造物主 是一个造物主 所以孔子的道 跟老子的道 是不同的道 所以孔子的道 和老子的道 是不同的道 所以他听不明白他讲的事 所以他听不明白 麦克什说的 耶稣基督的教训 耶稣基督的教训 是活的 是活的 是有生命的 是有生命的 在从事是个真理 因为是个真理 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讲话 很多时候都把这个表达出来 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讲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我对你们所讲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我对你们讲的道 我对你们讲的道 你们听了之后 那就是洁净了 你就洁净了 哇 多厉害 因为这个道 因为这个道 是活的 是活的 是有生命的 所以当你听道的时候 所以当你听道的时候 当你的心灵 后来之间发现 你明白了很多 当你的心灵 忽然间发现 你就明白很多 表示你的生命提升了 表示你的生命提升了 你的生命改变了 你的生命改变了 你会觉得生活很有意义 你觉得生活很有意义 你会说 哎呀 我明白了 你说我明白了 你就会很喜欢行这个真理 你就会很喜欢行这个真理 所以第二方面就是 我们喜欢行真理 第一我们喜欢亲近主 第一我们喜欢亲近主 第二我们喜欢行真理 第二我们喜欢行真理 第三我们喜欢显扬神的作为 我们喜欢显扬神的作为 要显明祂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要显明祂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基督徒 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基督徒 有很多不同的基督徒 有不同的人生观 有不同的生路 有一种人生观 有些人生观 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 哎呀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这个世界黑暗 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要逃避这个世界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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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世界是不民不民 我们跟世界的朋友完全断绝来往 我们要分别为色 我们要分别为色 早期那些住在修道院的人 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他们要离开世界 然后离开世界 到修道院里面 到修道院里面 十年不跟人讲话 十年都不跟人讲话 那个问题是 他们就没有机会来为主做建政 他们没有机会用他们的生活榜样 来见证神的大能 他们没有机会用他们的生活榜样 来见证神的大能 一个人如果活在真光里面 一个人如果活在真光里面 他应该让世界的人看见 他应该让世界的人看见 神在他们身上有很奇妙的作为 神在他们身上有很奇妙的作为 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 祂不是一个出世的人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出世的人 他是与世界的人打成一片的 所以这种出世的思想 是一种错误的人生观 是一种错误的人生观 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 第二种有错误的人生观的 第二种有错误的人生观的 就是贪爱世界的人 他们比世界的人更加贪爱钱财 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钱财 最重要的是钱财 如果你有钱 如果你有钱 你能够做很多的事情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你能够受很好的教育 你可以受很好的教育 你能够有很好的生活享受 你有很好的生活享受 所以很多人就很重视这个钱财 所以很多人就很重视这个钱财 因为很多基督徒都是重视这个钱财 很多基督徒都是重视这个钱财 他们重视到了过了一个程度 他们重视过了一个程度 比世界的人更加放纵他们自己 比世界的人更加放纵他们自己 他们觉得如果我们信耶稣 他们觉得如果我们信耶稣 我们的主就应该安待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发财 我们的主就应该应当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发财 让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比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他的财富 连国家都害怕他的 他的财富 连国家都害怕他的 所以很多基督徒 他们就有了一个错误的人生观 所以很多基督徒 就有一个错误令人生观 他们奉献 他们奉献 希望主更多的回报给他 希望主能够更多的回报 希望我发财 就是因为我奉献 希望他发财 然后要像高禄杰 牙膏的创办人 他后来奉献到 把他收入的十分之九奉献给神 他后来奉献了 让他收入的十分之九奉献给神 神非常恩赖他 给他很多很多钱财 神非常恩赌的比例 所以这些基督徒 他们就学这些榜样 这个基督徒就学这些榜样 他们比世界的人更加放重自己 比世界的人更加放重自己 他们认为基督教的救恩 是不讲究我们的行为的 他们觉得基督教的救援 是不讲究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们可以自由自在 所以他们在情境里面打滚 在情境里面打滚 礼拜天他们做礼拜 星期日做礼拜 他们唱诗歌听讲道 但是中间他们就去犯罪 因为教育的主事看不见他 因为教育的主事看不见他 他们生活随便怎样做都没有问题 他们可以打老婆 可以打麻将 可以打电话去说人是非 别人看到他生活的时候 其他人看到他的生活就说 如果信耶稣的人是这样的 如果信耶稣的人是这样的 我不要信耶稣 我不要信耶稣 他们这些人 就是不能用他们的生活来照亮别人 其实不能用你的生活 能够照亮人 所以最准确的一种人生观 所以最准确的人生观 就是依照耶稣所说的 就是依照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你的光也对这样照亮人的生 其他人 那些有错误人生观的 你有错误人生观的 他们的光不能照亮人 他的光不能照亮别人 我们传福音 不但是用口去传 更要解决我们生活的光来传 更要解决我们生活的光来传 光是很重要的 很吸引人这样的眼神 很吸引人的眼目 你坐飞机在飞机上看下来 大地上非常黑暗 大地上非常黑暗 你看到那里有灯光 一看到那里有灯光 你知道那里有人 你也知道那里有人 如果那里有很多很多灯光 如果那里有很多很多灯光 那你知道那里是个城市 你也知道那里是个城市 你的眼睛就会定在那些光那个地方 你的眼睛就会定在那些光 所以光是人的视线的重心 所以光是人视线的重心 所以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所以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成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放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人都看见你的 人人都看见你的 人人的眼光都定睛在你身上 人的眼睛都定睛在你身上 是拾目所示 拾手所指的 我们应该有正确的基督徒生活 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但是我们的心是在天上的 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共鸣 我们是天国的共鸣 我们的行事为人 我们的行事为人 是有天国共鸣的体统 是根据天国共鸣的体统 有天国共鸣的生活方式 有天国共鸣的生活方式 我们认定我们自己 是神派我们为祂做见证的 是神派我们来为祂做见证的 我们是神的见证人 世界的人看不见神 世界也看不到神 但是他看见的是我们 但是他看见的是我们 我们要为我们的主做见证 我们要为祂做见证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 那里主耶稣为祂的门徒祷告 他说我不求祂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他说我不求祂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只求祂保守他们 脱离罪恶 脱离罪恶 这个世界会恨他们的 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们又在这个世界 但是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们又在这个世界里面 但是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正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 正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 这些门徒为什么要留在这个世上 这个门徒为什么要留在这个世上 最好就是信了主 之后马上就被接走了 最好神的子之后 马上接口 接了 为什么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他们要见证神的大难 他们要见证神的大难 他们要见证 他们今天成一个怎么样的人 不是靠自己的 是靠神的 今天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不是靠自己 而是靠神的 世界的人很留意我们所做的事情 世界的人很留意我们所做的事情 你看世界上很多人犯奸淫的 世界上很多人犯监用 世界上很多人 很多的朋友 他都有小三的 世界上很多人有多少朋友 有婚外情的 有婚外情 人家知道了 其他人知道 笑一笑没有问题 他们不会很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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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某一个机构的总管 甚至某一个机构的总管 他们闹出性骚扰的丑闻 搞出性骚扰的丑闻 大家也不会很留意 大家都不会留意 很快就忘记了 很快就忘记了 但是如果教会的指示长老 牧师神父 他们犯了建议 报章杂志都很热烈的讨论 报章杂志都很热烈的讨论 茶楼餐馆里面 有很多人 就会用这个人做笑话 茶楼餐馆里面 很多人有拿来做笑话 很多人就趁这个机会 说教会的坏话 很多人就趁这个机会 说教会的坏话 他们是针对教会的 你看很多和尚 有很多秘密的老婆 你看很多和尚 很多秘密的老婆 他们拥有几部很漂亮的汽车 他们拥有好几部很漂亮的汽车 他们拥有好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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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人说他们的 但是没有人说他们的 那些信徒还是一样的在那里进攻 那些信徒一样在那里进攻 但是教会如果发生了这个事 但教会如果发生了这个事 问题可大了 问题可大了 因为世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你 因为世人的眼睛都在那里看着你 可怕不可怕 因为可怕不可怕 所以说拾目所示 拾手所指 所以拾目所看 拾手拾手所指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政府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我们要显明 我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我们显明我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榜样 我们的榜样 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的光也能这样照在人前 你的光也能这样照在人前 只要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也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 如果在你的家里面 或者在你的公司里面 或者在你的公司里面 有人是很自私自利的 有些人自私自利的 专门跟你作对 专门跟你作对 什么都挑你的毛病 你不用跟他辩论 不用跟他吵架 不用跟他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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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辩论说 不用辩论说 我什么都让你的 我什么都让你的 我什么都给你的 我什么都给你的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你要做什么不满足呢 没有用的 你跟他讲什么道理都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你跟你讲什么道理都没有用的 你只会使他的关系破裂 你只会学到关来,你会破裂 你只需要讲这些谈论真理 你只需要讲这些谈论真理 用你的生活榜样 用你的生活榜样 令他的眼睛最后能够张开,能够看得见 两个眼睛最后能够将会能够看一点 你看主耶稣当中,祂教导祂的门徒都是这样的 你看主耶稣当中,祂教导祂的门徒都是这样的 祂怎么教导祂的门徒 祂怎么教导祂的门徒 祂讲道 祂讲道 教训 好像教主的学家 教训,好像教主的学家 教他们彼此相爱 叫他们彼此相爱 祂不会一个一个的来抽查他,或者是控告他 每一个人来抽查的话,就是控告他 当他们听完耶稣教训之后 当他们听见耶稣的教导祂之后 他们还是不明白 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人家就看到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他们还是不明白 他们还是不明白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吵架 他们在吵架 他们就彼此争执了 彼此争执 看看谁做大哥 看看谁做大哥 他们在那里争的 他们在那里争的 他们人不多 他们人不多 只有十几个 只有十几个 但是他们这边做最大那个 他们就争最大的那个 耶稣有没有骂他们 耶稣有没有骂他们 没有 耶稣不用这样来做 他怎么做 耶稣怎么做呢 他倒一盆水 倒一盆水 拿出毛巾来 拿出毛巾来 为他们一个一个洗脚 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我们谦卑服侍 我们谦卑服侍 不要争谁做大 不要争谁做大 不要抢就做大人 不要抢就做大人物 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 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 我们彼此相爱的话 我们彼此相爱的话 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 我们用谦卑服侍的心 我们用谦卑服侍的心 就显出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 就显出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 世界人不是这样的吗 世界人不是这样 为什么基督徒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基督徒愿意谦卑服侍呢 为什么基督徒愿意谦卑服侍呢 因为我们只靠神而行 因为我们是靠神而行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我在长岛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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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岛之后 有一位老人家 跑到前面来 就跪在那里 就跪在那里 我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问他有什么事呢 他说我抽烟已经五十年了 他说我抽烟已经五十年了 我总是戒不掉 我总是戒不掉 请你为我祷告 让我能够戒烟成功 那我就为他祷告 那我就为他祷告 从那天开始 从那天开始 他以后就没有抽烟 他以后就没有抽烟 没有吃烟了 他以后 到他离开世界 他以后就一直到的 他以后就要碰这个相应 再没有碰这个相应 显明什么 显明什么呢 显明神在他身上有工作 显明神在做空 显明神在做空 靠他自己 他做不到 靠他自己的做不到 神做到 神做到 神帮助他 神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做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应当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做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应该同的 如果我们还有什么坏的 恶劣的习惯 如果我们做一些坏的 或者恶劣的习惯 我们可以同样依靠神的大能 我们同样可以依靠神的大能 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更重要的就是 让神的能力 可以在我们身上显出来 更重要的就是要有神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显出来 使你的生命不同的是什么 使你的生命有不同的是什么 因为有神的同在 因为有神的同在 这个就是你人生的使命 这个就是你人生的使命 我们要有这个使命 要显明神的作为 要显明神的作为 我们要传扬神的作为 我们要去明神的作为 我们要显明神的作为 我们要显明神的作为 我们一同站起来 我们唱我的灯绪 我们在一起唱我的灯绪 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发光 让我们不断的发光 我们的人生的使命的光 能够让别人看见 能够比别人看见 去 源 现在过时祈coatれて 我们的灯绪要有这个旧 ее woman 已情依然有这个旧 让她 будет光 让她有这个 ¿过世 Four Yes? 唱的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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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万望之光 唱的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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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光 我的灯 需要有救救藏之下 使我的永远发亮光 我的灯 需要有救救藏之下 使我的灯 光照著宗旁 唱的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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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万望之光 唱的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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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万望 我们以备祷告 我在祷告之前 我想请你们自己在心里面 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决定 你自己愿意不愿意 今生今世 我的人生的使命 就是要显扬我们的主 要传扬我们的主 要让人看见神的大能 我们愿意的话 我们心里面先在主的面前 做一个这样的承诺 我们对主说 主啊 我愿意求主用我 我们从低头祷告 我们从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把这个美好的 一些美好的事物都给了我们 你把我们从黑暗中 从最大当中拯救出来 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 主啊 今天 我们祈求主更加我们能力 让我们能够完成 你照着给我们的使命 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人 我们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我们来是一个有使命的 是你的仆人 求主把这个意向 重重地放在我们的信中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同在从今时 直到永远 阿们